百年龄那个翅膀丢了怪可惜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翅膀又插回来了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接地戏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大家看这背景熟悉吗 对 我们是在百年龄北京王府中环的转备店 最近很多朋友想买这个潜水表 但是呢就挑花了眼了 不细看吧 好多潜水表一样都差不多 这次呢 我们在百年龄店里给大家推荐几款比较壮色的潜水表 这就是百年龄的Super Ocean 超级海洋 简称超海啊 超海呢 它的灵感来源呢 实际上是百年龄 在70年代的一个款式 也叫超级海洋啊 超级海洋 这个名字一听啊 就是给潜水员用的啊 但是当年的这个超级海洋呢 它实际上是一款计时马表 不过跟其他的计时马表有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这个潜水员专用的计时马表 它有什么特点呢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叫slow motion 就是慢动作的意思 你说是表走得慢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知道计时表 有计时秒针 有分钟计算 有小时计算 这个分钟计算那个指针呢 它是一小时转一圈的 一般是在副表盘上啊 但是呢 百年龄的super ocean slow motion呢 它是让那个分钟计算指针呢 放在中央 分针 它是一小时转一圈 慢不慢 所以叫slow motion 慢动作啊 新款的超级海洋 它的灵感就来自当年的slow motion 这个分针上的这个小方块啊 就来源于当年那个超级海洋 slow motion的即时分针 新款超级海洋的表圈 都是陶瓷表圈啊 关于尺寸的推荐啊 这个新款的超级海洋呢 有那么四种尺寸啊 46 44 42 还有36啊 你一定会问 哪尺寸比较合适呢 我以我的经验看呢 我的万周是18厘米 我觉得呢 还是42的是比较理想 手帮稍微粗点呢 可以考虑44 但是46的嘛 就要求你有特殊的身材了啊 身材比较小巧的 或者女生啊 可以考虑这个36的 另外呢 这个松石蓝的盘色 还是比较壮的啊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颜色啊 百年龄想的比较贴心啊 这个要买去当做情侣对表 还是蛮不错的啊 聊手表 怎么都不聊机心呢 资深表友 对这个机心都很关注啊 它是百年龄的B17机心 B17机心呢 应该是说 基于ETA2824-2做成的 我不能说是改装啊 基于我对业界的理解 它应该是用了一部分的 ETA2824的底盘 然后加上自己的这个 勤纵主件 我也听说有人说呢 超级海洋的机心呢 可能是SW的 我查了一下资料 没有查到任何的证据啊 但是我觉得呢 B17机心呢 应该还是属于百年龄 基于2824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别忘了 所有的超级海洋机心 都是天文台认证的 因为它是天文台机心 所以按照我们测评的标准来说呢 它应该是天文台级 就是比ETA的Top级 还要高一级 刚开始接触问表的朋友 一定会问啊 我花这么多钱买一个表 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 它的标志性的系列呢 那么百年龄的标志性系列 是什么呢 这个Nave Timer航空计时 就是百年龄的标志性系列 因为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航空滑齿 1962年 百年龄就成了 美国航空业主协会的官方计时了 所以到现在已经有70年了吧 这款表 因为它这个航空滑齿功能 备受飞行员 或者航空业界的青睐 怎么样分辨一款表 专业不专业呢 我们回答专业不专业 就看它是不是用的自产基心 大家看这个航空计时 它是双色表盘 而不是铜色表盘 记住 百年龄只要是双色表盘的 就表明这是自产基心的足够专业 资深表演一定会说 百年龄那个翅膀丢了怪可惜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翅膀又插回来了 关于百年龄的logo 大概是18年的时候 百年龄在它的logo上 把翅膀拿掉了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 这个超级海洋 它的logo就是没有翅膀的 但是从这款 今年新款的Navitama开始 它是有翅膀的 也就是说 那个浪漫的翅膀 又插回来了 在我们结束之前问的一个问题 我身后的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 知道的打在弹幕里 OK 百年龄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